18岁我加入警队37年的服务时间内 我做过很多职位 巡邏小队刑事部 但我最喜欢的是教学步操 因为步操是警员培育纪律性的第一步 走好第一步至关重要 我叫高帝权 我是香港警察 老安长 A班26人26人妻 今天我的课就是操中式队练 和和你们练升剧 没问题 我是警察学院 操练及枪械训练组教官 多年教学经验 让我对步操动作架轻就熟 直到去年 第一次接触解放军队列 我的职业生涯 仍来了全新挑战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可以更加放军 学好中式暴粗 其实阿常知我在部队之中是最连长的 他都跟我谈过 他没有想着我会参加的 大家轻轻抬头收下额 去年2月 驻香港部队 应邀到警察学院 进行队列培训 再坚持下去 我有幸成为第一届学员 也都为这次训练 做出了仓份准备 连续两周队列训练 依旧是一次艰苦的考验 高一点 再高一点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首先年龄比较大一点 但是他在偷长上 不输于其他年轻的学景 但是如果你做到 解放军教官所教我们 如何去做到力水 即爆炸力的话 其实你这么西微的动作 被人的观感 都是一个好精神 很有一个澎湃的力量 步操动作幅度大 但细微动作小 解放军队列就刚刚相反 看似简单的动作 每个位置的细节都必须标准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正步 正步 除了他的姿势 很优美之外 要下的苦工是十分之大 是都要有长时间训练 还有体能的消耗 还有专注力十分之高 所以 解放军教官的每一次教学 我都要不断重复练习 而他们一丝不久的工作态度 和严谨专业的教导方法 让我受益飞浅 这个令到我是很佩服 可以拿他们来做榜样 希望能够 亦都是一样 我将他们最好的一面 吸收了之后 去培育我下一代的未来警察 现在总体培训的大部分的人 都是他们各大基督部队的教官 他们自身动作 学会的同时 还要学会我们解放军的一些 组训的一些经验方法 从去年10月开始 香港警察学院新招收的督察级和警员级学员 全面转为训练解放军队列 而我们将会把所学的一切 传授给新一代香港警察 我们将会教大家做一个升旗 有没有不清楚 A班 G3哥 刘新罗 好了 两个儿子持续之后 放在右手上 踏入脚 1 2 3 4 5 6 7 放过来 诺正 给礼 好了 我都跟他很多劝勉的话 告诉他 现在是刚刚时代的改变 刚刚起变时间 你进来 你应该觉得光荣 从暴粗到队列 我们走出了十分有意义的一步 这个是历史性的转变 而我们正是见证者和前行者 时代的进步 一路一路都是向前发展 而暴粗和去到现在中式队列 也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亦都我们要面向祖国 和一路向前看 不要再常常回顾以前 在后面的意义 就是我们已经回归给祖国 其实 我们背后 是有祖国强大的后盾 支持每一个香港人 团变 这一路是 这一路是 这一路就是 到时候 都是 这一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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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 正步一小步 买出的不僅是部分 更加深了 我们的民族自信和国家情怀 每一步都更靠近祖国 每一步都更有归属眼 我是香港警察 我热爱我的祖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